近日侯佩岑继续台媒采访 感叹到S和GG夜重逢的故事就像电影一样 还大爆小S与新姐夫之间的趣事 我不能说我是她的粉丝 但是我当然知道她呀 小时候谁不知道啊 也不能说小时候了 她真的就是酷啊 侯佩岑在得知S闪婚的时候 反应和绝大多数网友一样都吃惊不已 不过作为好闺蜜的一员 侯佩岑很快就接受了这件事 并送上祝福 安排时间与GG夜见面 小S本人更是开心不已 早早就开始教侯佩岑说韩文 没想到小S在这方面居然还挺霸道 只允许她叫GG夜姐夫 其他人只能喊欧巴 小S有教我们 但她说像通不 只有她可以叫 她说我们都不能叫 因为那是她的姐夫 我们就只是学欧巴嘛 现在看来侯佩岑等闺蜜团成员 对于这位新近姐夫 接受度良好 不过侯佩岑最关心的 还是大S的心理 只要她觉得安心幸福就足够了 我是比较关心她 呃心理 有没有真正的感到安心 安定 舒服 幸福 我觉得做姐妹的 如果知道她开心的 我觉得她的状态都非常好 那我就很替她祝福 虽然外界对于大S的婚宴人生 依旧存在很多争议的声音 但是她身边有这么多好朋友 还有关心自己的妹妹 也很幸运啊